威Sir, 拿護褲筋回去 Yes, Madam 你們說什麼?什麼爆竊? 原來是你這個臭小子 你幹嘛爆竊?你又刀簽了? 你犯什麼神經?人家說你就信 我什麼時候有爆竊? 要不然有些罪人, 你不要拘捕你 我怎麼… 你們要喊家, 麻煩你自己 珍先生, 謝謝 好 案發當日, 張燕琦一下就五點半 離開了家後 洩匪就進入房子裡爆竊 證據顯示, 攝肥是用了一種保濕護膚品 是有Katara的成分 我們查過Katara是ZO2的專利 即是增生你買的那隻牌子 你是否在張燕琦離開了家後 進她的房子裡爆竊? 用過這隻護膚品的就是犯人 Madam, 你知道香港有幾十萬人 是用這個牌子的護膚品嗎? 你當然是那些只拿檢查不買的 還有東南亞 你就是因為這樣懷疑我 你懷疑得多少? 我只是懷疑你一個 如果你想證明你是清白的 你就拿出你的不在場證據 不在場證據我就沒有了 人證有一個 張燕琦醫生 這個醫生是皮膚科的權威 我看了他幾年了 他可以證明我的皮膚對果酸有敏感 也就是說我根本就不能用 EZO2這個牌子的護膚品 Madam, 如果沒事, 那我先走了 不過如果你有事找我 隨時打給我吧, 我隨隨隨隨到 怎麼樣?Madam, 是不是他做的? 你是否沒腦子? 人家笨你和你一起笨? 我得怪人爆你的臉嗎? 不是他做的 別生氣了, 剛才這麼多警察在 人家會害怕的 我害怕的, 真是害怕你的臉 我得過一夜隔, 現在沒有了 你還在那裡幹什麼? 還不難陪我回到大陸打拖? 剛才醫院打來, 說娘子可以走了 那我打算等你一起去接她, 好不好? 接, 你去接她吧 我回家收拾東西就好 醉都不去了 那現在回上去打拖, 好不好? 那就乖了 怎麼搞的? 陪我男朋友打拖也不接兒子出院 這些是媽媽真是說得對 如果你再不知道錯, 最慘的是娘子 章章也拍得這麼漂亮 來, 你看, 你把臉笑得多開心 你大媽, 我這麼多年 都沒見過她這麼好笑容 只會說人, 你看你自己 笑得多幸福 一家人在一起真的很幸福 不過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一個家庭也是這樣就好了 娘子沒那麼幸運 對, 誰是娘子? 是個案子裡面的小孩 她媽媽經常不理她 我也不明白為何可以有這種媽媽 畢竟是自己生的, 是嗎? 要見一個幸福的家庭 真的不容易 我們有今天全靠你 這麼多年辛苦你了 我說有你這個媽媽才是我最幸福 你又疼我, 對我也好 我多辛苦也不怕 是嗎?想想我最幸福一點 怎麼樣? 幫我選一張漂亮的 我明天約了你爸爸和大媽喝茶 我想曬一張給他們 但我沒理由全都曬大 幾張? 這張好嗎? 只要一家人開開心心 每張都這麼漂亮, 沒所謂 那倒是 其他的可以放在電子相架上 放在床頭上 每天就不斷轉, 不斷轉, 不斷轉 你不就全都看完了 有這麼好的東西嗎? 是嗎? 是呀… 不准再看了, 怎麼了? 現在幾點了, 你看 兩點多了 你以為有了爸爸喝茶, 快睡 是呀, 坐點頭 是嗎?我馬上趕來 其叔醒就好了 我看他能認得出來被人帶上去 當然了 姑娘的病人呢? 他去做做手術 他不是很專注醒了嗎? 本來就是, 他醒了一會兒 但他的腦壓突然之間增高 所以我們找了老科醫生 回來替他做手術 醫生, 其叔什麼情況? 我們幫他做了手術, 放腦脊髓 不過他依然昏迷 那他會不會醒了? 很難說 要視乎可不可以穩定他的腦穴 是不是你報警的? 是我報警的 都合該有事的了 本來開門的事是福伯負責的 他解僱了, 我自己回來開 一回來, 看到盜大門打開了 出事了 我仔細一看, 盜大門被人撬開 我走進來, 被人拆到翻天覆地 對, 尤其是我的桌子 那我發現有什麼不見了? 不見了數碼相機, MP3機 還有甲蠻仔裡面 兩千元兵器不見了 實際上多少呢?我要查個保證才知道 甲蠻仔, 拆了一包送回去發院 好 我們早就被莫經理打電話 才知道發生這麼大的事 對, 現在的炒物真是很猖狂 好, 連管業署也會爆炸 我想去保安室看看 這裡就是我們保安室 屋苑裡每一部閉路電視 都會接駁到這裡 我們二十四小時都有人看守 應該就很嚴密了 如果有嚴密, 就不會被人叫門 也不知道了 莫先生, 是不是全部閉路電視 都有錄影嗎? 沒錯, 全部都有錄影 麻煩你給昨晚至今早 在管業署門口的錄影帶給我看看 好, 褚仔 是 拿昨晚的錄影帶出來 好 他叫褚仔昨晚去當席 我特地留他在這裡 想著你們可能有事會問他 好 那個可以, 那部錄影就行 還行 褚仔, 是不是 出問你昨晚幾點到幾點就當監 昨晚七點半到今早七點半 是不是保安室裡只有你一個人當監? 只有我一個 那你在看閉路電視 有沒有發覺有什麼不妥? 看不到 你坐在那裡一整晚 有人叫門你也不知道嗎? 他根本看不到管業署的門口 怎麼會知道呢?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昨天下午七點多的時候 管業署門口的畫面 那時候是整個門口 以及看了整條走廊的 這個就是現在管業署門口的畫面 閉路電視只能看到管業署門口的左手邊 如果有人出入 只要偷偷偷偷走過去就可以避開鏡頭 那就是有人動過我閉路電視嗎? 有沒有搞錯?閉路電視也搞錯 你知不知道有沒有人動過我鏡頭? 我真的看不到 看不到?有沒有搞錯? 你閉眼睡吧,還是吞扣不想輸? 你真是吞扣 我就是沒有吞扣,所以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 你為什麼這麼說? 他,他抄了福伯 天天只要一個人 他調了晚上那個榮上去 搞晚上只有我那一人看著 又要鎖門又要長樓 我廁所也沒時間去 還問我看不看到 有沒有人動過那樣的閉路電視?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 這就是昨晚半夜三點三十五分的時間 拿回去反應 先生,匪徒把閉路電視的角度動了之後 就是沿著長樓一路 走到那個閉路電視 也看不到那個盲位的時候 叫門進去偷東西 這個賊挺熟悉這個屋簿 他要知道這個閉路電視在哪裡不難 但還要知道報開室何時沒人 才去動閉路電視 我也認為是這個屋簿裡的人做的 但實情是怎樣 也要看具體的證據才能下判斷 是的,發證何時也有證據先走 天長,我在聖茂經理的跪層裡面 我記得找到一些東西 黑色的一粒?這是什麼? 在櫃桶裡找到類似膠布的問題嗎? 真的有,還好像用過它 這就是了 這些黑色的東西是中藥 是屬於石竹科的一種墨藍菜的果實 又叫做黃不留恆子 通常都會用在耳穴療法 只要用膠布 將它黏在耳朵適當的穴位上 內不內按摩一下就可以調理身體了 那即是一個有病的賊 他偷莫經理的跪層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掉了 還有另一個可能 這些東西都是莫經理的跪層來找到的 有可能是他自己用愛的 不排除這個可能嗎? Sir, Madam, 你還要查多久? 我何時才把辦公室搞好繼續工作呢? 右邊沒有 左邊也沒有 那即是有病的不是他